穿拖鞋的 罚款300 迟到的 通通罚款500 看什么看啊 赶快叫罚款 我也没迟到啊 每天8点半上班 现在才8点25 你是新来的吧 看来你不懂这儿的规矩 是8点半上班 但你8点之前啊 必须得到这儿 经理啊 他一看就是新来的 不懂规矩 您就饶着对回吧 不必懂 有你说话的份吗 新来的 赶快交罚款 那我今天要是不交呢 行 你给我等着 你惹他干嘛呀 这个公司呀 他说了算 我们都不敢惹他 那你刚才帮我说话 我看你是新来的吧 之前都没有见过你 那总不能看着你被冤枉吧 谢谢你啊 没事 以后有什么需要帮助的 你就来找我 我先去忙啊 新来的 去把地给我拖了 我又不是保洁 为什么让我去啊 我是经理啊 我说了诞 你要是不去 就给我滚蛋 你 经理 要不我去吧 你给我站住 我让你去了吗 你去 行 下班之前啊 把公司近三年的报表 全部做出来 董事长今天要来 数据啊做得漂亮点 现在离下班还有一个小时 这怎么做得出来呀 做不出来呀 就给我滚蛋 我帮你一块做吧 要一起是吧 好 这个 这个 还有这个 全部给我做出来 要是做不出来啊 你们两个都一起滚蛋 他就是在故意刁难你 算了 我们赶快一块做吧 终于做好了 谢谢你啊 没事 走 我们赶紧给经理送过去吧 经理 我那报表做好了 你们被开除了 为什么 我是经理我想开除谁啊就开除谁 除非你们两个一人给我转一千块钱 我就饶了你们 你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 不想转啊 那就给我滚蛋 行 这事跟他没关系 我走 老板 报表啊 我都已经全部做完了 嗯 虽然有些亏损 但是您知道的 近几年啊 行业经济不太景气 老板 这报表不是他做的 给我废嘴 不是我做的 那那是你做的 你确定是你做的吗 怎么是你啊 怎么 让你失望 有钱 这个呢 是我们公司新款的压力模式 来 你看一下 有钱 以后这个项目啊 就交给你了 谢谢老板 以后经理这个位置啊 就由你来做了 老板 我在公司这么久了 也为公司付出了很多 凭什么让他当啊 的确 你对公司的付出啊 我看的很清楚 那就奖励你 放个成像 从明天开始 你不用来上班了 听什么 就凭这个公司 我说了算 是 还十足 别笑 走啊 上啊 还有人呢 没有人啊 是哪有人啊 我说有就有 唉 宝贝 别着急 我在电梯门口啊 等你呢 对了 我把电梯门啊 补上啊 你要不就先上来 我们都着急上班呢 你着急上班 那你坐下一趟啊 你这人怎么这样 你朋友还没来 你可以坐下一趟 让我们先走 你怎么不坐下一趟 不是兄弟 我们都不上去 都不迟到 你理解一下 我就不 哎你这人哎怎么着 像哪家啊 别以为你整得高我就怕了你啊 你看我敢不敢动 来练练 这里空间太小了 师长不开 咱们出去活 来 拜拜 出门都不带脑子 想跟我斗 王总 哎 齐总 来 请坐 王总 我们对贵公司的新款压缩大毛巾很感兴趣 今天呀 就是来跟你谈一下合作的事情 啊对了 我表哥马上就到了 齐总 那我们先了解一下产品吧 小妹 哥来了 表哥你来了 王总 我来介绍一下 这位就是我表哥 狗自从人来试 哈哈哈哈 王总 哎刚才真是 你冲了龙王庙了 您别跟我一般见识 你看咱这盒子 像你这么没有素质 我们公司是不会跟你合作的 就你现在 立刻 打算给我走来 妈我照进面是我先挂了哎呀 不好意思了对不起对不起 没事没事 不好意思啊 你看手机都摔坏了 你看多少钱我赔给你 啊没关系 还能用 我召集面试 我先走了 哎 他是不是傻呀 赔的钱都不用 你就按这个方案去做吧 好的王总 哎 您好 开始面试了吗 你先来面试的 把你简历给我看一下 我的妈呀 硕士毕业的 她协力怎么这么高啊 没有工作经验 回去吧 好 经理 您就给我一次机会吧 我家里边 我妈生病 着急用钱呢 您看你家里边着急用钱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等你走吧 等一下 你什么时候变成我们公司经理的 啊 你就是公司老板啊 小姑娘 跟我过来一趟 我们今天面试的是新产品的部门经理 来 你们先了解一下我们的产品吧 哇 这个包装好漂亮啊 是啊 哎 老板 这是什么呀 这个就是我们公司的新品压缩毛巾 它每一个啊 都是独立的包装 既携带方便 又干净卫生 它浴水啊 三秒就膨胀变大了 你看 它的吸水性啊 还特别的好 展开之后呢 它是一条加大加货的毛巾 那我们怎么赚钱啊 那我倒是觉得实惠点好 这样的话 大家都能买得起 用得上 说得好 恭喜你 你被录取了 老板 您看看我的简历吧 虽然我的学历没它高 但是我的工作经历比较丰富 你出来面试 都是用刚才那种方式来排除竞争对手的吗 老板 对不起 我刚刚是跟他开玩笑的 开玩笑的 我们公司招人主要看的是人品 像你这种行为 完全不符合我们公司的要求 麻烦你 出去 老板 对不起 对不起 我真的错了 您就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出去 你真了不起的 小姑娘 恭喜你 你明天可以来上班了 真的吗 当然 不对了 刚才啊 我不是把你手机撞坏了 这是给你的赔偿 是 嗯 那谢谢老板 你记住 善良的人 怨气永远都不会太差的 我相信你 加油 哎呦 哪来的臭气干 这晦气 哼 你能不能记点折呀 你这么做还有良心吗 你吃饱了撑呢吧 跟你有关系吗 我奉劝你一句 恶人终会有恶报的 哼 我现在着急要去你 签一份合同 没谁要在这跟你废话 我这合同啊 比你们的命都重要 哦对了 小心他饿你啊 一个 大姐 你是不是渴了呀 来 喝水 大姐 你是不是也饿了呀 好 那你在这里等我一下 杨秘书 你照顾一下大姐 来 来大姐 去好面包 哎 你别着急慢点吃 来 那师傅糊涂啥 喂 我现在临时有点事啊 我在楼下呢 哎你这样啊 你派两个人下来 我们公司楼下有个大姐 你们安顿一下 好 就这样 大姐啊 你在这里等一会 等一下有人来接你 我现在有点事 你先走了 咱们一说 咱们一说 你的楼子 这不急啊 你怎么把什么东西来啊 这怎么乱下去了 实在是不好意思啊 我刚跟王总打完电话 他马上就到 王总 你回来了 这位是和咱们公司谈合作的 是真相 沈渡官 我知道了 你下去了 实在不好意思啊 让你久等 原来您就是王总啊 当他在楼下 那都是误会 但是啊 这误会归误会 这合同嘛 该签还得签 我也觉得是个误 咱这合同啊 该签啊 还是要签的 王总 你真是大人有大量啊 以后啊 咱们合作愉快 哎 解约合同 幸亏楼下刚才发生的损事啊 让我看清楚你十种的人品 这才能让我及时止损呐 王总 您可要想清楚 我带了这个 可是大项目 什么大项目 我没这样 区区一个项目 我还不放得眼 这合同不是签不签 是你不签 王总 你看这样行不行 只要今天能把这个合同给签了 楼下那个乞丐 以后他左左的意识住行 我都帮了 咱们之前的事情 就到没发生过 你看可以吗 你到现在还不能 你在楼下踩的不是面包 是你的帮忙 你放了我的魂 对不起 实在不好意思 没事 下次啊 走走慢点 好的好的 不好意思啊 子聪 你的外卖 快来快来 给你送外卖来了 平常也不见狗狗点外卖 这怎么天天能送 就是就是 不是不让你来公司吗 怎么又来了 你都已经三天没回家了 本来你的位置不好 一直吃外卖 我怕你身体受不了 这次我做了你最爱吃的土豆烧牛腩 行了 只有少来公司和我丢人现眼 没事 我穿成这样 他们都以为我是送外卖的 老公你就别生气了嘛 行了 烦不烦啊 赶紧走 那我回去了 两个如水 成了你土豆烈 来一趟我办公室 来 都是你的光 我 来 坐 石头 请写出你生命中最重要的十个人 你会选择 先划到哪一个 你会选择 先划到哪一个 他 一个狗人的女人 一个狗人的女人 他 什么多年都是女人 如果 再让你划掉两个 你会选择划掉哪两个 对你救命 最后青春 他 有时也狗人 来 再划掉一个 他 一个 爱哭的 女人 如果 再让你选择划掉两个 你会选择划掉哪两个 我的情欲 容金 黄广 黄广 现在 只剩下我的爸爸妈妈 和老婆孩子了 他们 都是我生命里最重要的人 这不重要 重要的是 你会选择划掉哪两个 他说同学 交断了自己的路 将他当作的全国 他曾碰了那一枪的伤 还剩两个 如果再让你划掉一个 你会选择划掉哪两个 多想要你逃走 那就不回复 我能不能不选 这只是一场游戏 你正需选择 你的手 我想知道 这么多重要的人 你为什么会选择一个 跟你毫无所谓关系的人 因为 因为 我的爸爸妈妈 孩子 都会离我而去 能陪我走到最后的 娶我老婆 娶我老婆 你晚上想吃什么呀 在我的眼 我回去给你带 谁最好 什么的 都到 你不会知道 我爱的 心跳上 我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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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回家找我老婆 哎 等一下 你把这个带上吧 谢谢王道 司宋啊 你要记住 在生活当中 男人渴望女人的理性 而女人 需要个沈大爷的 王道 我知道了 谢谢你 我晒我熟了我去陪我老婆了 去吧 世界突然变得好玩 这只剩下 啊 我对不起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我 你长那俩哭了也超帅的 啊 脏不垃圾的废 杨总 你把你的鞋弄坏了 鞋倒是没有坏 但是 是不是出我眉头吗 那是放我的呀 是个小帅哥也就算了 天天是个老大妈 臭不垃圾 实在不好意思啊杨总 是我的员工 怪了你的心情 还不赶快给杨总道歉 杨总 对不起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 跟我道歉 你配吗 啊 像你这种没身份没地位的人啊 你的道歉 一文不值 杨总 实在不好意思 我这里呢 有一万块钱 你拿着 就当我替我的员工 给你道歉了 好的王总 我今天啊就给你这个面子 这事啊 了了 走吧王总 咱们签合同去 等等 你的事是了的 他的事还没了的 什么意思啊 你看这歉也到了 钱你也拿了 那你打的对巴掌怎么算呢 怎么王总 你还想打我呀 打不打的先不说 先道歉 王总 这合同你还签不签啊 不签 先道歉 对不起 回来 七姐 他怎么打你的 你怎么给我打回来 王总 我 还愣着干什么 去呀 你干嘛 啊 你们给我放上 王总 因为我一个小保洁 丢失了公司 这么大一个客户 这值得吗 七姐 我问你 在公司里 谁最大呀 那当然是王总您了 你说的不对 没有你们 我给谁当老板呢 如果我连自己的员工都维护不好的话 那还让我这个老板有什么用 七姐 您受委屈了 不委屈不委屈 大哥大哥你醒醒 哎 这人怎么光电话是偷人东西啊 你就是怎么会有这种人啊 对不起我得给他拍下来 对对对都拍几张 哎 这人是不是在公司宝洁啊 还算是怎么会有这种人啊 人品真差 走告诉史经理 那是这个 好 大哥 大哥你醒了 谢谢你啊大姐 谢谢你救了我 没关系 举手之劳啊 你没事就好 我还在工作先走了 哎 史经理 哎 你看 咱们公司新联的保洁啊 趁人运脑偷人东西呢 还真是 这平时看他老实巴交的 没想到居然是这种人 这多影响公司形象 要我说啊 开了他 就是就是 走 超宝姐 你被开除了 为什么呀 史经理 为什么 你自己做了什么 自己心里没点数吗 啊 史经理 你听我解释 不用解释了 看看你那个样子 成天拉里拉他的 这脸干的都起皮了 也不知道收拾一下自己 肯定穷的 连护肤品都买不起吧 像你这种人啊 偷人家东西 一点都不奇怪 你的人品 已经不配带在我们公司了 现在 立刻 给我滚蛋 喂 妈 手术费我快凑齐了 你跟爸多保重身体 我没事 我很好的 那个我还要忙呢 你就先挂了啊 大姐 你怎么了 大姐 是你 大哥 我一天要打三分锅 还要熬夜加班 我那么努力工作 我想把工作做好 我想把工作做好 他们陪他们要那么陪我 我会选择 大姐 你可以上线了 工作上的事情 我一定帮你解决 走 跟我去办公室走吧 大姐 坐 大姐 你脸上不是干燥起皮吗 这是我们公司的新品 SOD 你拿起用吧 这 这怎么好意思呀 谢谢老板 王总 你找我没啊 你怎么在这啊 我不是让你走了吗 人是我带回来的 司经理 你为什么开手的 王总 这个保健人品不好 骗人家晕倒啊 偷人家东西 你给我闭嘴 今天我在外面出现了一个 是他救了我 你们身为他的同事 不行不信任他 他添油加醋 我其实是你 是个公司的高管 不分屏红脏牌 不把人家刚走了 我看人品不好的是你吧 你马上领机 你马上领机 公司 黄总 我 快点 大姐 你刚才打电话 我都听到了 我这里呢 我三万块钱 你拿着吧 不行 这钱我不能要 你就拿着吧 父母的身体 那就谢谢老板了 你别谢我 要谢啊 就谢你自己 是你的善良的打动了我 大姐 我因为做一些好事 为你误解而泣 你要听 好人 终有好报 让我 你 你 哎 天后送水的 天下你做电梯的 王大哥 不容认我 我这水是送到你们总是长办公室 我不管你送 你什么导致跟我做一样电梯 走路 谢谢 我是史经理啊 喂 臭送水的 这水怎么还没送到啊 你是干什么吃的 楼下的货气坏了 你叫保安不让你去睡 你看你能不能跟保安说一声 我货气坏了你不能爬楼梯吗 你将腿是干什么用的 可是你那么摔着我楼梯 难道你让我走楼梯吗 我不管 十分工真的你要送不到啊 以后我们公司的水都不要你送了 我 不是这里啊 小伙子 你等一下 谁规定 送水工不能坐电梯的 哦 您要在哪位神仙呢 你别管我是谁 今天这事我管定了 小伙子 走 跟我坐电梯 今天你要带他上去 你也上去 我说的 老板 谢谢你 好意思 我还是 我说你 我说你个臭送水的 你还不赶紧把水装上 出这干嘛呢 在这投胎啊 你教练 我从你都跑到三十几了 你让我休息 就让我休息两分钟 要休息啊回家去休息 跳吗你就乖乖的把水给我装上 然后滚蛋 我现在就给你装上 看什么看呀 你见过大肠腿呀 跟你滚 实际上 我的水钱都两个多月没结了 你看能不能 先把我的水钱给我结 过两天就写给你了 赶紧走吧 什么玩意儿 你等一下 小伙子 你看你满头大汗的 来 先去洗把脸吧 水经理 平时你捞点他们的小油水 我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今天的事 你也太过分了吧 老板 我没有 没有 那是不是 让他来听你说呀 他虽然是个送水的 但是 也不应该被你欺负吧 老板 你什么呀 咱们公司什么时候规定 送水的不能坐电梯啊 我规定的 我规定的 这些臭送水的呀 和旧送外卖的 每次都把电梯里弄得臭轰轰的 臭 他们的臭来自于星期的汗水 而你的 你的臭 来自于骨子里的灵魂 老板 我 我问你 电梯口什么时候读了一个保安呀 那是我二大爷家的儿子的表舅的弟弟 我算是明白了 他们给你的回扣 不够多是吧 你把自己人都安排进来了 谁给你的权利 我告诉你 他们这些 社会最底层的人员 他们赚的是辛苦钱 你凭什么看不起他们 倒是像你这种社会的注重 才会被人看得起 收拾你的东西 你是把我的人 你帮着我的幻影